海军物社雄三飛彈驚動台海 無疑為陷入冷對抗的兩岸關係 投下新的震撼彈 有關物社事件 陸委會稱已經透過海基會 向陸方通報 但大陸國台辦表示 兩岸溝通機制已然中斷 沒有得到相關消息 並借中共建黨95週年 總書記習近平 對兩岸關係的談話 重申立場 表明了我們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 堅定的決心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也就是 對希望兩岸同胞 能夠同心協力 共同為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而做出貢獻心力 兩岸官方交流激動 但民間互動不受影響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出席兩岸大學生創客營活動 更期許青年學子 透過交流增加彼此理解 化解認知上的偏失 記者李宗邦陽七號 北京採訪報導 兩岸未見 兩岸未見 通過交流激動 還要坐在一起 兩岸未見 規知 將